小姐 先生們 當江五安大家好 謝謝你們 女神女神之所以是女神 就是因為不只外表神奇動靈 就連工作態度都是謙卑謙卑再謙卑 台灣最美的歐巴桑美鳳姐 8日出席保養品品牌活動 然後下午3點就快的下班 射出大工人 真心羨慕 消工後美鳳姐也換上個人私服 藍色V0襯衫 搭配硬挺的Nike灰色棉褲 膠材厚底白色休閒涼鞋 雖然打扮相當休閒 但也難擋美鳳姐的高貴氣質 助理先將要價384萬元的 保時捷凱燕修旅車停在路旁等候 美鳳姐則忙著和品牌方 在7樓下聊天寒暄 果然在社會上走跳久了 該具備的社交禮儀 一點都不會缺少各位學會的嘛 直到工作人員們 將行李及服裝放上車後 美鳳姐便坐上後座 與助理們離開活動現場 保時捷座架一路緩緩移動 不在松枝路路邊紅線 美鳳姐和助理一起前往 微風南山百貨三星維修服務中心 畢竟現代人 誰有辦法沒有手機度過一天咧? 等待期間 美鳳姐也拿著手機 邊閒晃邊試拍 最後經過服務人員解說後 科技問題似乎完美解決 兩人才開心離開 明以示為天 代辦事項都完成後 當然就是填飽肚子 美鳳姐一行人來到星光三月的鼎泰峰用餐 用餐期間 美鳳姐也不忘收機牽吃 拍了幾張照片 嫉妒生活 夾起醉機 放入口中享用女生的幸福 就是那麼簡單 美鳳姐身邊的同事也透露 美鳳姐對員工超好 很常犒賞大家 帶大家去吃好料 我個人來講 其實很多人說 你很養生 這個都 這個吃那個什麼 或是 我都吃 我喜歡白飯 那個神仙拉拉 控吧 但是我就不愛吃甜的 那麼 在吃的這個冬瓜 是讓我覺得是幸福 開心的 因為心情也很重要 西蒂 心情好 人自然也會氣色好 美鳳姐也透露 她近日抽空和肖燕姐 藍心梅等友人聚餐 彼此閒聊 關心對方 人中年過後 朋友可能越來越少 但重要的是 這些朋友還會讓你成長 帶給你不一樣的做事態度 偶爾跟他們吃飯很好